东南亚国家缅甸历经多年的军政府执政 从2010年开始民主改革进程后 即将在11月8日首次举行大选 现任总统登圣在选战正式开打后 第一次公开露面 就是大动作的在9月9日 与境内不同族群武装游击队领导人会面 希望达成和平协议 此举不只对登圣个人选情有正面注意 对他所属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 整体选情都非常有帮助 不过有专家认为 在多年镇压 剥削和交火 而且从今年2月起 在缅甸与中国边境的国管地区 就分论不断的当下 短时间内要和所有族群的武装组织 都达成和平协定 机会不大 有些组织甚至被排除在外 在这次的会议上 有5个族群武装组织 共16位代表参与 包括克伦民族联盟 克钦独立组织和克伦尼民族进步党 登圣本身并未直接 参选 但缅甸宪法 允许要选出总统的国会议员 可以投票给议会之外的人 这让登圣有再次当选的机会 对于和平协议的谈判 已进行约两年的时间 但各族群武装组织领导人 拒绝签署 要求政府修宪 并且给予不同族群更多的自治权 缅甸境内有135个被政府所承认的民族和赞总人口百分之六十八 且掌控政府的缅族人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 从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 许多族群就自行组织武装战斗团体 缅甸反对党领袖翁山苏基 在上周曾公开呼吁各族领导人 不要造进签订和平协议 必须审慎评估协商 以确保永久的和平稳定 而所有的组织都应该被纳入协定之中 一般预估翁山苏基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会在这次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记者赌议 陈明文编译